我全家人包括我养的狗都不喜欢我的男朋友 当我父母说不喜欢我男朋友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是贤贫爱妇 当我弟弟说不喜欢我男朋友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嫉妒我男友的帅气斐然 当我家德木都对着我男朋友汪汪咆哮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因为被我绝育了 所以殷勤不定 直到我被李浩南和他所谓的妹妹一起推进丧尸堆里的时候 我才发现 不是我的家人和我养的狗对他有偏见 而是因为我是个没脑子的傻子 顾曼锦 你平时不是厉害着吗 因为家里有钱就高高在上 他不是被我和浩南耍的团团转 方飞坐在我家别墅的沙发上 俯视着蜷缩在地上的我 他的左脚狠狠地踩在我的身上 而我名义上男朋友坐在他身旁 胳膊揽着他的腰 手在他侧腰上下妈撒 看着我的眼神鼻翼非常 我看着这幅场景隐隐作呕 但因为三天没有进食 胃里空空如也 只感觉有酸水往嗓子里冒 这三天 他们住着我家的别墅 吃着我储备的食物 极尽地羞辱我 把殴打我当成日常消遣 一直对我拳打脚踢 甚至我养得得目仆仆 也被他们打得奄奄一息 扔在了角落 他们拿仆仆威胁我 让我给他们下跪道歉 让我边骂自己是贱人 边删自己耳光 他们甚至把这些都录了下来 发给我的父母 弟弟和通讯录里的所有人 这三天我为了活着 为了仆仆 没有一点尊严 方飞踩在我身上的脚 还在不断地碾压我的皮肉 我却连一点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恍惚间突然不知道 到底是屋外的丧尸可怕 还是眼前的人更可怕 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止不住地笑起来 浑身颤抖 我伪善 李浩南因为挪用公款 差点入狱 是我问爸妈 要了一百万给他添补的空缺 你说自己是李浩南的妹妹 结婚需要买房子 你们不追恩徒也就算了 竟然还恩将仇报 你们不得好死 李浩南听着我咒骂的话语 脸色一黑 把我从地上拽起来 疯狂地伤我耳光 我脸上火辣辣的 耳朵嗡鸣一片 嘴里的铁锈尾蔓延开来 我看见普普从角落里 颤颤巍巍战力气冲上来 咬了李浩南的胳膊 李浩南惨叫一声 一脚踹开了他 普普在地上抽搐两下 没了动静 李浩南把普普抓了起来 从窗户扔了下去 然后把我拽了起来 和方飞一起 把我推到窗户口 他们猙獰地对我说 那你也先去死吧 然后把我推出窗外 咚的一声 我感觉自己五脏六腑 都被震碎了 听见声音从四面八方 围过来的丧尸 拽着我的四肢 牙齿狠狠地 撕扯着我的皮肉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已经四分五裂 这种撕裂的疼痛 让我更加清醒 生不如死 感觉自己的血液在动发 然后不断地流逝 我闭上眼睛 悲愤 无奈 对这对狗男女的恨意 对普普普的愧疚 以及对父母和弟弟 处境的担忧 全都混杂在一起 咬紧牙关 我在心里默念 若能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再被蒙蔽双眼 若能重来一次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保护我家人的平安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不停地下坠 意识逐渐飘散 变得模糊 黑暗像是要把我吞噬 我不停地挣扎 反抗 拼尽全力 朝着唯一的光点奔去 越来越近了 我伸手去触摸那道光 哎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脸上一片温热 抹了一把才发现自己 早已经泪流满面了 蒲蒲听到声音从门外跑进来 乌叶乌叶地跳上床 用它满是口水 大舌头舔是我的手心 丝毫不顾及 它已经是一只三年犬 肆无忌惮地蹭着我 看着面前重又鲜活起来的蒲蒲 我有一瞬间的慌神 然后封了一班 抓起身旁的手机 2026年8月20日 我竟然回到了 丧尸危机爆发的一月之前 这个时候 丧尸病毒还没有爆发 世界还没有崩溃 生活也还是简简单单 没有沦为人间炼狱 我像疯子一样 坐在床上抱着仆仆痛哭起来 哭得嗓子沙哑 又突然狂笑起来 我是真重生了 这是上天给我的一次机会 这一次不做傻子 不做圣母 加固房屋 储备粮食 守护全家人在末日躺平 安全地度过这次劫难 手机铃声响起 把我从回忆里面扯出来 看到备注是男朋友的时候 我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想起他做的种种事情 我恨不得将他剥皮抽筋 恨自己没有重生到更早的时候 当时帮他添补空缺的一百万 难道就这么打水漂吗 这么思考着 我接起了电话 宝贝啊 之前跟你商量的事情怎么样了 钱能转过来了吗 反正咱们以后也是一家人了 飞飞也算是你的妹妹 她准备结婚急着用钱 你是她未来的嫂子 李英帮她一把 李浩南在那边喋喋不休 吵了我心烦 上辈子 我竟然就因为所谓的 未来嫂子这个身份 真的把钱转给了方飞 现在想想 可真的够蠢的 真的就信了李浩南那一套 只是好妹妹的说辞 让他们拿着我的钱 狼狈为奸 共住爱潮 看着银行卡里的八十多万 我突然心生一计 我的一百万 绝不能就这么打水漂 是我的我就要拿回来 这个渣男 她不配 浩南 不是我不想帮飞飞 只是我现在确实 没有这么多的钱 我装作抱歉的回复她 没有 没有你可以找个借口 问叔叔阿姨要啊 飞飞一直把你当她的姐姐 你必须帮她 我吃笑一声 知道李浩南是因为 要不到钱恼羞成怒了 别说方飞把我当姐姐 就算是她把我当妈 这钱我一分都不会给 但是在电话里 我还是柔声到浩南 你先别急 主要是我爸爸 最近有个一本万利的大项目 我们家能周转的钱 现在都在我爸爸那里了 贪婪的人永远是贪婪的 果不其然 听到有个一本万利的项目 李浩南态度立马发生了转变 真的呀宝贝 是什么项目啊 我能做吗 等赚了钱 我们结婚以后 我就能给你买更好的房子 她在电话那头 虚情假意的承诺着 却不知道已经进了我的圈套 肯定可以呀 毕竟你 可是我爸未来的女 就当是入股了 是东城那个房地产的项目 动工就会有分红的 我摸着普普的脑袋 信誓旦旦的跟他保证 好 你让叔叔等等我 我尽快凑到钱转给你 李浩南急匆匆挂了电话 我冷笑一声 没再把心思放在这件事情上 虽然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对待即将到来的末日 我依然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加固房屋 囤积食物 这都是需要时间的 这一世 我一定要把别墅打造成 坚固的末日堡垒 不再让悲剧重演 我们家别墅 是三层独栋的洋房 还有两层地下室 每一层150平米 外带一个小花园和一个车库 这栋别墅选在A市的外环 地方僻静 入住率并不高 自南向北一共建了八排楼 前面六排是高层的小区 后面两排就是别墅区 彼此之间间隔很远 而别墅区为了采光更好 建在了地理位置更高的地方 从别墅区的一地间 实地楼望出去 正好对应的是小区的15层 22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因为风控过了一段 半季半饱的日子之后 全家都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再加上这些年各种地震 山洪 干旱灾难频发 就更加注意了 所有的门都是最高级别的防爆门 窗户是最高级别的双层防弹玻璃 而且都贴有单向膜 方便观察屋外的情况 所有的地板和墙面 都做了隔音处理 加装全屋空气净化系统 和防火防盗的系统 别墅外面有三处监控 内部有烟杆系统 并且每一层配备五个灭火器 地下二层被分割成两个区域 一半是蓄水池 保障别墅停水期间 有足够的生活用水和饮用水 并且加装了水净化和水循环系统 另一个区域是蓄电池 不仅有储电式发电机 还有大功率的移动电源 保障别墅的日常生活用电 地下一层被分为四个房间 第一个房间是储备的米面粮油 第二个房间是一些生活必需品 第三个房间是一些药物和保健用品 第四个房间是一些瓶装水 以备不时之需 楼顶有一个水池 用来储备和净化雨水 还划分出来了一小块土地 用来养化种草 剩下区域都加装了太阳能发电板 毕竟阳光是自然的馈赠 整个别墅耗电能力太强 太阳能发电不仅好用还省钱 何乐而不为呢 上一世 我也彻底沦陷的情况下 舒舒服服的活了半个月 直到李浩南带着方飞来找我 我不顾提醒给他们开了门 结果他们两个带着一群人霸占了我的别墅 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 上一世的事情 这次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紧紧 你还好吗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李浩南欺负你了 你匆匆把我和你爸交回家 是为什么 我妈火急火燎地冲进别墅 拽着我左看右看 关心着我的情况 闺女 有什么事情你说 谁敢欺负你 我替你出气 我爸爸虽然稳重点没有冲上来 但是已经靠着语气 把欺负我的人大谢八块了 姐 你最好是真的有急事 我这实习期还没结束呢 你一个电话 我马不停蹄的就回来了 连请假的流程都没来得及走 弟弟摸了摸 使劲往他身上扑得扑扑 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情况 上一世丧事爆发的时候 他们都在国外参加活动 虽然通讯没有完全中断 但每天也只能传送几条消息 我记得 在我死的时候 他们还都好好的活着 但在我被折磨的那几天 看到视频的他们 也一定是度日如年 我看着家人鼻头一酸 背过身去 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而是争分夺秒 把事情解释清楚 我原本想着 自己把所有东西 准备齐全之后 再把父母和弟弟接来 但事实上 一个月的时间 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绝对不行的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当机立断 打电话给了他们 以确保能做好万全的准备 爸爸 妈妈 故要 接下来的事情 我不是在开玩笑 你们一定要认真听 我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 病毒爆发 丧尸横行 我和他们分隔两边 但却刻意隐瞒了 我死前被羞辱的三天 只说自己被丧尸咬了 醒来就到了现在 也许是因为 我刚才明显要落泪的表情 也许是因为 我的语气过于认真 他们静默了许久 半想 爸爸终于开了口 有备无患 都听闺女的 家库房屋没点坏处 这要是有丧尸了 储备粮食和物资 能救咱们一命 要是没有丧尸 这些都能当公司福利 发给员工 我和他们对视一眼 心中已经了然 万事俱备 那就放手干吧 别墅本身是防震的结构 但是考虑到 接下来的丧尸 以及有可能 基于物资的坏人 依然有加固房屋的必要 第一步就是加厚墙体 别墅墙体本身的厚度 是25厘米 我们决定加厚一倍 并且嵌入两层 10厘米厚的钢板 做好双倍的全屋隔音 考虑到以后 囤积物资的承重问题 我们决定用钢板加固 每一处承重粮 并且把每一层的装饰墙都砸掉 用钢筋和混凝土 砌起来新的承重墙 这样不仅能更好的 规划空间储备粮食 也能增加别墅的承重能力 别墅的大门 在加装一层最高级别的防爆门 所有的窗户 都在加装一层双层防弹玻璃 还有别墅楼顶的开放空间 也存在一定的隐患 所以也用防弹玻璃 全方位包裹起来 找人检查一下家里的蓄水系统 蓄电系统和空气净化系统 虽然这些系统买来的时间不长 也是现在市场上最好的 但检查一下总归是有备无患 然后再联系商家 安装20个太阳能发电板 2000万毫安的蓄电池 够近100个 我思考了一下 决定把一楼和二楼的空调 和油烟机拆除 并且把排气口全部焊死 只留下三楼的两个空调口 和油烟机排气口 并且全部加装安全措施 做好充分的防护 因为墨市里每一个向外的借口 都有可能是安全隐患 爸爸为了提高效率节省时间 召集了公司十几个工人 这些人都是老员工啊 我也几乎都认识 最初别墅的装修也是他们做的 这次又到了我家里 听了这些要求都有些疑惑 爸爸只是说我以前被袭击过 留下了心理创伤 这段时间情绪又有些不稳定 非要改造别墅 他拗不过 毕竟工钱到位 我爸爸又是他们的老板 他们虽然会私下讨论 但明面的眼神多了些同情 而我和妈妈这几天也在商量 怎么能够囤积物资而不被发现 毕竟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物资是漠视最大的筹码 却也是最大的威胁 最后我们看中了小区外 正在出租的店铺 虽然只有80平米 但是已经足够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店铺盘下来 声称要开超市 然后联系商家把货送到这里 再趁着天黑 每天自己开车 把东西送到别墅就可以了 但是租店铺只租一个月是不可能的 如果租半年的话 又有些浪费金钱 所以我们和房东商量过后 先交了押金和三个月的房租 第二天就拿到了钥匙 我既没有无限的空间 也没有无限的金钱 想要囤积更多的物资 就要合理的规划 而别墅现存的空间 只够我们囤积两年的物资 可谓是寸土寸金 若是两年之后 这个世界依然是人间地狱 我们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先和水厂联系订购了 50桶15L的大桶水 50箱24瓶装的 500毫升的小瓶纯净水 然后联系了各种生产厂家 构进了更多的东西 真空包装的20斤面粉50包 20斤的大米100包 10斤装的花生 小米 玉米粒 高粱 燕麦 黄豆 红豆 印米 绿豆 黑豆 豌豆 个10包 1斤装的军箍包30袋 2斤装的干香菇 干木耳 干银耳 干枣 紫菜 辅竹 粉条 干辣椒 干裙带菜 干贝和干虾皮 个20袋 5斤装的脱水蔬菜20袋 50斤牛肉干 50斤羊肉干 50斤猪肉干 30斤小鱼干 以及50斤鸡胸肉 全部分成小份真空包装 番茄酱30袋 辣酱50平 牛肉酱50平 香菇酱50平 豆瓣酱30平 黄豆酱30平 乌酱榨菜50代 麻辣海带丝50代 火锅底料50代 面条30代 30个装的肉罐头10箱 20个装的水果罐头20箱 24包装的泡面10箱 20个装的面包10箱 火腿肠50代 自热小火锅100个 压缩饼干100代 20包装的豆奶粉10代 20包装的黑芝麻糊10代 牛奶10箱 酸奶10箱 冰红茶5箱 雪碧5箱 可乐5箱 白酒30瓶 葡萄酒50瓶 啤酒100瓶 30盒巧克力 30箱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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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袋瓜子 30袋薯片 30袋泡椒风爪 30袋土豆粉 30袋橡皮糖 30袋果冻 淀粉30包 食盐50袋 白糖50袋 红糖30袋 白醋50瓶 酱油50瓶 生抽50瓶 耗油50瓶 料酒30瓶 胡椒粉30瓶 香油30瓶 辣椒油30瓶 这个周每天看着货车不断地来店铺这里送货 我的心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能够长期存放的食物我都先定下来 而冻品和新鲜蔬菜 要等到别墅加固完成后再采购 爸爸在别墅跟进房屋的改装进度 我在超市清算和盘点每天购进的物资 弟弟去车店把家里的SUV换了防弹玻璃 并且把后座先拆除 方便以后运送货物 而妈妈则去市场采购生活用品 第二天生活用品送到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妈妈的采购清单 12卷一提的卫生纸50提 60包 一箱的抽纸30箱 湿纸巾200包 日用夜用卫生巾200包 梳子30把 口罩500个 酒精50瓶 毛巾80个 牙刷100个 牙膏50支 漱口水50瓶 洗面奶30瓶 护肤品30套 身体乳50瓶 洗发水100瓶 肥皂100块 沐浴露50瓶 洗衣液50瓶 洁测瓶30瓶 除味剂50瓶 消毒水50瓶 洗洁精50瓶 洗碗布100个 清洁工具20套 100个一卷的垃圾袋50卷 1000抽的湿巾300包 指甲盒套装20套 针线盒20个 各种类型维修盒30套 五金工具箱10套 医用急救箱30套 年签200包 既能放电池 也能充电的手电筒30个 手持小风扇30个 小台灯30个 以及不同型号的电池 各200节 锅碗瓢品15套 夏凉背30床 羽绒背30床 褥子30床 凉席30床 床上4件套80套 运动鞋每人30双 家居鞋每人50双 凉拖鞋每人30双 袜子每人100双 秋衣每人50套 内衣裤每人100套 衬衫每人50件 短裤每人30条 外套每人30件 棉服每人20件 毛衣每人20件 羽绒服每人10件 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房屋 基本上已经加固完成了 只剩下几个工人 正在别墅墙外面 组装什么东西 问了爸爸才知道 是准备加装的高压电网 并且和屋内的监控系统联通 如果有人翻阅别墅 我们就能立即知道 到家我就给扑扑开了 两盒肉罐头 还带他外出撒欢了 一个多小时 晚上我们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 开着空调吃火锅 一半是爆辣牛油锅 一半是军汤锅 牛肚 百叶 鸭肠 虾滑 牛羊肉卷 乌鸡卷 丸子 蔬菜 手擀面 全都下进了锅里 大概是这几天 精神太紧绷了 我们四个人 都可谓是狼吞虎咽 去拿几罐冰镇的啤酒 我妈大手一挥 习惯性的使唤我们 顾要 你去 我头也不抬 接着捞我最喜欢的牛百叶 爸 你去吧 你离得近 顾要在那里 嬉皮笑脸的 把事情推给了爸爸 我爸爸叹了口气 嘴里嘟囔着小兔崽子 然后任劳任怨的 拿来的四瓶冰啤酒 爸爸 房子明天能收工了吧 我打开啤酒 边喝边问他 明天下午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爸说着 又往我妈碗里盛了一勺肉 咱们进度虽然快 但距离9月20日 也只剩下21天的时间了 爸爸 明天你去市场上看家电 最好是耗能小孩静音的 冰箱 冰柜 洗衣机 无外机空调静音风扇 和暖风机 这些最好都在买鞋 妈妈 你虽然退休了 但是一定能联系上 以前在医院上班的朋友和同事吧 托关系买点常备要放在家里 故要 你去买一些应急用品和防身用品 以备不时之需 我明天就去给仆仆买些狗粮 罐头之类的东西 行 都听女儿的 咱们明天兵分四路 速战速决 爸爸豪七万丈的举起酒干杯 我心里的底气又足了一份 深夜 我躺在床上 看着窗外的婆娑的树影和几家还未熄灭的微弱灯火 突然之前有些恍神 这个美好安静的世界将来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灭顶之灾 近几年 格林兰岛冰川不断的融化 大量稀有矿产的显现 让各个国家的淘金者趋之落雾 最开始的新闻 还是他们发现了多少稀有的矿产资源 又增加了多少争先恐后奔赴格林兰岛的团队 后来的新闻就变成了 淘金者中有人得了不知名的传染病 紧急送往医院医治 后来翻天覆地的新闻夹杂着隔离 逃亡 伤人 感染 警告的字眼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像解冻那部电影中说的一样 当大自然成为恐怖分子的时候 我们就死定了 可千百年来 人类总是学不会敬畏自然 这一时我绝不会当任意挥洒善良的圣母 可以想到一个月后 将来有千万无辜的人在这场丧失灾难中丧生 我还是心头一振 半是苦恼半是忧虑的睡去 以后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八点了 仆仆已经溜完圈 他在我床边乖乖等我 我带着他下楼 才发现别墅只剩下妈妈在给我准备早饭 你爸和你弟先走了 知道你这几天太累了 就没喊醒你 我也得抓紧时间去拿药了妈妈边说 给我盛一碗鲜虾蔬菜粥 这粥香气扑鼻 馋得我直流口水 迫不及待拿起勺子尝了一口 果然现象美味 我看了一眼已经穿好衣服 准备出门的妈妈 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可置信地望着我的 上下扫尸了我一番 目光定格在我的小腹上 我说怎么看起来胖了些 你不会是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猜 我发誓我死都不会怀那渣男的孩子 就是觉得各种药都准备一点 有备无患 我适时地打断了我妈的胡思乱想 敷衍着把她推出门外 回到餐桌的时候 又想起来我妈说我看起来胖了 手里的粥瞬间不如刚当香了 我咕咚咕咚地喝完了两大碗 大手一挥 喊来了正在和自己的尾巴 顽强奋战的普普 普普 今天你是大爷 喜欢什么我都给你买 既然重获一次 我一定会好好补偿普普 吃完饭 直奔最近的宠物用品批发市场 普普最喜欢的50斤装6拼 通用型狗粮50包 各种类型的肉罐头 总共200个 牛皮磨牙棒150根 真空包装三文鱼果蔬饼100个 真空包装生骨棒50根 一斤装鸡肉干50代 一斤装鸭肉干50代 一斤装牛肉干50代 五斤装六鞍唇 鸡肝 牛肝 蛋黄 南极鳞虾 生骨肉粒六拼的混合冻肝50平 100粒装宠物深海鱼油20平 200粒装狗狗钙片20平 200粒装狗狗复合维生素20平 宠物专用奶200平 体内体外驱虫药30套 各种肠胃用药共50盒 大容量第二页80平 低眼液150平 宠物绷带100卷 伊丽莎白圈20个 狗翁50个 狗盆100个 500抽宠物湿巾100包 100片装尿垫200包 可折叠狗狗洗澡盆30个 大屏沐浴露50平 消毒机100平 除味喷雾80平 牙膏牙刷80套 指甲钱50个 数字50个 绳结类球类狗狗玩具200个 最后牵引绳100条 末日不能出门 但普普作为大型犬 还是需要一定的空间消耗体力 所以我们在楼顶为它空出来一块 勉强可以供它撒欢的地方 采购完毕正准备走的时候 正好看见一个小姑 织布猫进来买猫砂 想起来虽然别墅区入住率很低 排水系统也是最好的 上一世直到我死前 都没有厨房和厕所 出现任何的问题 但是也难保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真到了需要焊测的时候 猫砂也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就又加购了 20斤装除菌除臭的猫砂50包 我要的东西数量多品累杂 他向我保证三天之内一定送到 我付了一般的订金 给了老板店铺的地址之后 心满意足的走了 准备转站农贸市场 路过一家母婴用品店的时候 我停下车打开全部的车窗 然后奖励了扑扑两根小肉条 让他先在车上等我 但我着实是高估自己了 对这些母婴用片 我完全是一窍不通 只能找来店员 让他帮着推荐 纸尿裤300片 格尿垫200片 口水巾300条 100抽的棉肉巾30包 100根装的婴儿棉签30包 P皮膏30只 婴儿专用洗衣液30瓶 多功能恒温水壶10套 奶瓶50个 小盖毯50条 月子服30套 最最关键的就是奶粉了 我凭着记忆 找到了某某牌子的奶粉 看见标价的时候 我的心里产生怀疑 我单知道养孩子贵 但这也太贵了 但是咬咬牙 还是买了123段的奶粉格石桶 并且约定好 明天上午送货 正准备找个地方吃饭的时候 就接到了李浩南打来的电话 宝贝 我和方飞在世纪广场这里 你过来找我们吧 开口就是命令的语气 我眉头一皱 没有计划 电话那头的李浩南 又自顾自的继续说下去 我找朋友借了点钱 凑了130万 咱们中午一起吃顿饭 商量那个一本万利的项目 好呀 我一会就到 你等等我 坐进车里的时候 朴朴好像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 不断用头蹭我的手心 我拍了拍他的背 让他放心 握着方向盘的手逐渐用力 正愁这几天囤积物资 花费数额巨大 手上能用的钱不多了 李浩南就不及待的送上门来 既然这样 上一世欠我的东西 这次我就要全部讨回来 汪 汪汪 汪汪 车还没有停稳的时候 朴朴就扒着窗户狂吠起来 把我也吓了一跳 然后我看见不远处 李浩南把原本挽着方飞腰的手 慢慢的放下 当真是把我当傻子 所以才这样有恃无恐 我安抚了一下朴朴 等他冷静之后才牵着他下车 在我走向李浩南和方飞的时候 他始终在我前面小半步 死死盯着对面的两个人 生怕他们伤害我 虽然以前朴朴也不喜欢李浩南 但他从没像今天这样警惕 这让我有些疑惑 姐姐 浩南哥哥实在太好了 今天是我生日 我都说了不要礼物 他还专门出来带我买包 方飞沾沾自喜地向我炫耀 而李浩南也那里善意地提醒我 慢紧 方飞也是你的妹妹 她过生日 你这个做姐姐的 也应该送个礼物才对 这是我重生之后 第一次见到他们 面前的两张脸和前世 我坠落的时候 看到的两张带着 猙獰笑容的脸重合 我心中的恨意腾生 差点压制不住 我在心里默念了三遍 不可以意气用事 才勉强平静下来 飞飞啊 我这来得匆忙 没来得及准备礼物 不过下个月 我有个朋友从国外回来 到时候 我让他帮我一个爱马仕 最新款的包送你 这个大饼 我就先给方飞画上了 只可惜 到时候他可能没命吃了 浩南 我爸那个项目这两 我装作为难的 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李浩南听了这话 有些着急了 抬手似乎是想拽我的肩膀 结果一旁的普普 突然扑倒了李浩南 一口咬上他的手臂 方飞在旁边尖叫起来 我紧紧地拽着牵引绳 却被普普带了的亮呛 任何口令 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而我看着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 开始担心 普普会受到伤害 慌乱中有个男人走过来 五官硬朗 眉眼如英俊 但眼神却很冷 面色不渝 他走近 脱了自己的黑色外套 盖住普普的头 然后单手拽住普普的项圈 把他拎了起来 普普挣扎了两下 终于松开了口 我心一惊 正想说些什么 就看见那个男人 走过了给我一个眼神 然后换了个姿势 抱着普普往人群外走去 我也不管还坐在地上的 李浩南和方飞了 紧跟着这个男人 走到我的车门前 等我打开了车门 他就把普普放到后座上 临走的时候 他对我说了一句 得目是服从性很强的犬 他们甚至分得清谁是坏人 而我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 没反应过来 直到普普乌叶乌叶地靠过来 小心翼翼用头拱我的手心 有点害怕的 在我重生的时候 就跑到床上来撒娇安慰我的普普 看见他们两个人 就万分警惕地普普 以及刚刚看到李浩南 一个抬手动作 就变成攻击状态的普普 原来重生了的不止我一个 为了保护我而死的普普 和我一起重生了 我熬了一声 抱住普普 使劲地抚摸他的小肚子 又在他帅气的狗脸上一顿猛亲 普普也哈着气热情地回应我 随便找了个小店 喝了一碗热乎乎的米线之后 我就重新恢复了力量 想着下午继续查缺补漏 去农贸市场采购些东西的时候 却没想到 李浩南洋洋洒洒 发来一场串消息 自理行间充斥着虚情假意 和道德绑架 最后的大概意思就是 让我帮他把钱转给我吧 让他成为投资人 分红的时候 记得有他一份 看着近账130万的手机信息提示 我直接笑出了声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正好拿着这笔钱 去农贸市场继续采购 冰冻的鸡肉200斤 猪肉200斤 羊肉100斤 牛肉100斤 鱼肉80斤 虾仁80斤 所有的这些全部加钱 请人分装成四人份的 并且抽真空 既方便存放 到时候也方便食用 速冻羊肉卷100盒 牛肉卷100盒 火锅丸子100包 水饺30包 混沌30包 小笼包30包 汤圆30包 年糕30包 两斤装的速冻玉米粒100包 两斤装速冻豌豆粒100包 两斤装的混合蔬菜丁200包 20斤绿茶20斤红茶10斤罗汗果10斤金银花10斤茉莉花10斤茉莉花10斤菊花 这些以后可以用来泡花茶 100斤土豆50斤红薯50斤萝卜50斤大白菜50斤洋葱30斤南瓜100斤蒜 为了保证能吃到新鲜蔬菜 还需要30包菠菜种子30包韭菜种子30包韭菜种子30包番茄种子30包辣椒种子30包辣椒种子30包香菜种子30包上海青种子30包薄荷种子30包薄荷种子30包蔬菜种子 200斤的营养土和50斤的袋装肥料 列好清单之后我留下了店铺的地址约定好9月10之前送货上门 到家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和弟弟已经回来了所有采购的东西都堆在一楼 500升的双开门大冰箱5个2388升的四开门商用冰柜5个 无外计的空调一体机10个全自动静音洗衣机5个 力士静音风扇10个暖风机10个小太阳10个加湿器10个太阳能热水器5个便携炸汁机20个 电饭包10个电饼称10个电子炉10套烤箱5个空气炸锅5个消毒3个自动洗碗机3个刀具30套 跑步机5台家用全身按摩仪5台iPad20台2TB的移动硬盘30个天斗20个投影仪5个个士耳机共200个 饮水机5台扫地机10台体温计穿可贴消毒纱布胶带酒精棉片铁子无菌手套生理盐水酒精点符葡萄糖溶液 各种类型感冒药化痰止咳药退烧药止痛药肠胃药注消化药 还有我特意叮嘱的婴幼儿用药各种有着奇奇怪怪的名字的注射溶液和200支注射器 各种中药材全部分装好个30代蛋白粉50罐 复合10例装深海鱼油30瓶200片装护肝片30瓶 一直以来我们一家有定期体检的习惯准备这些日常用药物也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雇药我让你帮我买的无人机呢 我看正在往地下室搬药品的弟弟 我早给你放到地下室了 走呗 去看看听着我弟这么说 我也搬起一堆药品跟我弟往楼下走去 打开门的一瞬间 我真的有些震惊 小型无人机30个台 大型无人机30台 以及备用电池200块 监控摄像头20个 各种类型门锁每种20套 锁门器50个 救生衣20套 防灾头盔20个 万能刀50把 口哨100个 收音机20个 火柴100盒 打火机200个 军用手套50副 甩棍20根 轻型斧20把 多功能产30把 弹弓50把 钢珠200包 弩20把 弩箭300支 对讲机40个 卡尸炉10个 气挂200个 止血绷带100个 望远镜30个 逃生绳索50套 内置呼吸器的全封闭重型防化服20套 看到角落里五把黑色武器的时候 我一愣 不可思议地望向我弟弟 他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可以弄到这种武器 姐 去采购的时候正好看见这几把玩具枪 我可太喜欢了 顺手买下来了 孤妖一脸无辜 甚至还沾沾自喜地向我炫耀 我翻了个白眼 给了他一记暴力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姐 姐 你等等我 顾要捂着头跟在我后面 可怜兮兮的 我们又把店铺的东西往家运了几趟 等把所有东西归制好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待普普溜弯地回来的时候 才发现车里有件黑色的外套 又突然想起下午遇见的那男人 我是半位严控 所以最开始才一门心思地追李浩南 但今天遇到的这个人不仅殷气斐然 而且一身凌冽之气 太吸引人的目光了 越发不明白自己的当初 为什么会看上李浩南这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小景 小药 我和你妈妈这几天打算去几个亲戚家看看 顺便提醒一下身边的人 爸爸 仿人之心不可无 我自己吃过的亏 心中锦铃大作 小景 妈妈知道如果末日来临 暴露自己有物资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但你放心 我和你爸爸是借着中秋的名义走走亲戚 顺便以疫情的名义让他们多囤粮 绝对会万分小心的 妈的劝慰 我慢慢地放下心来 想起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 不遗余力照顾我的时光 前世我被算计 所以事事小心 却忘了我可以保持警惕 可以不做圣母 却不可以没有人性 不然 这个世界真就成了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漠视了 父母出门后的几天里 宠物用品 母婴用品 农贸产品 都陆陆续续地送到了家里 家里 我也每天都和顾要开车 从店铺往别墅运东西 幸好别墅本身房屋较少 入住率也比较低 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只是第四天开车要出门的时候 发现别墅去来往的人要比往常多一些 我就让顾要去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姐 咱们前面那栋别墅有人搬进来了 估计是在半桥千燕 顾要打听完之后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我透着车窗外 看着远处的一家人 戴着眼镜的儒雅男子 细心地呵护着怀中的妻子 而面带笑意的温柔女人 怀了抱着个小小的婴儿 这种幸福的画面 让我的心中涌入一股暖流 上一世 在丧尸病毒刚刚爆发的时候 我靠着别墅原有的物资 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坐享其成 过了几天舒服日子 有天早晨 发现有架无人机在窗户外面徘徊 无人机上挂着个小袋子 还贴了一张字条 隐隐约约写着什么 我打开了窗户 无人机就飞了进来 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家宝宝一直高烧 为了要还是不见好 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动一下冰袋 水果就当做谢礼 真的谢谢了 字体捐秀 语气诚恳 末世来临第五天的时候 别墅区就停电了 但我的别墅因为有储备店员 所以用电正常 估计是被他们发现了 所以来向我求助 我打开袋子 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冰袋 和两个橙子 看得出橙子被保存得很好 还很新鲜 我的冰箱一直是开着的 冰个冰袋我来说 真的是小事一桩 虽然别墅还剩下一箱苹果 但我实在是吃腻了 也想尝尝橙子的味道 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末世的严重性 只想着建立好邻里关系 于是我留下两个橙子 帮他们冰了冰袋 又顺手从药箱里 拿了五片退烧贴 从苹果箱里面 找出两个还算新鲜的苹果 一起放在袋子里 打包好挂在了无人机上 后来小孩子的高烧应该是退了 他们又用无人机来道谢 袋子里装着一小块腊肉 之后我们之间就建立了 一种无形的良好关系 我帮他们的无人机充电 有时候给他们一些牛奶 鸡蛋和从三楼天台摘下来的蔬菜 他们每天和我说一些外面的情况 然后回赠我一些小零食 都是些带装的小饼干 牛肉粒之类的 估计是因为没有电 所以也没有什么新鲜食物了 直到十又五日的时候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那天门铃突然响起 我正准备去开门的时候 看见窗户外无人机 正在疯狂的撞击玻璃 和以往不一样 这次无人机上面 没有挂着装着零食的小袋子 只是一张孤零零的字条 我打开窗的时候 无人机几乎是冲进来的 我被吓了一跳 取下字条 才发现上面的字体 不似平常一样捐秀 像是用很大力气 厉透纸背 急匆匆写下的 纸上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是坏人 千万不要开门 事实上 那个时候蠢顿如我 即便他们冒着无人机会 被撞坏的风险 第一时刻写下字条 来向我传递信息 站着的是我的男朋友 和他的好妹妹的时候 打开了门 那时候的我 万万没有想到 在监控拍不到的盲区里 竟然还躲藏着一群歹人 不然 单凭李浩南和方飞两个人 怎么可能穿过重重丧尸 来到别墅区 害过我的 我绝不会放过 但帮过我的 我确实也想力所能及的 回报一些 姐 姐 你没事吧 顾要看我情绪不对 晃着我的胳膊 没事 今天人太多了 咱们不运货物了 去看看 还有什么能做的 我从回忆里面抽离出来 为接下来的事情做打算 我先让顾要开车 带我去了离家最远的网吧 购买了十几个账号 命名写下了一些帖子 并且设置了定时发送 在9月16号到9月25号期间 发送完毕 这样 即便真的被有心之人察觉 也不会发现我真正的IP地址 不会暴露我所在的位置 之后在水果批发市场 买了些水果和浓缩饮料 柚子50斤 橙子50斤 哈密瓜50斤 香蕉30斤 苹果30斤 猕猴桃30斤 柠檬20斤 香蕉干50斤 芒果干80斤 草莓干80斤 苹果干80斤 猕猴干80斤 无花果干80斤 500毫升的草莓浓缩汁100坪 蓝莓浓缩汁100坪 柠檬浓缩汁100坪 番石流浓缩汁100坪 百香果浓缩汁100坪 青凝浓缩汁100坪 青苹果浓缩汁100坪 水蜜桃浓缩汁100坪 约定好送货时间之后 我又带着雇药在附近到处逛了逛 又加购了500个自热包 200盒精水片 10个装的暖宝宝300包 冰袋100个 迷你蓝牙音箱100个之后 我终于心满意足地 结束了今天的采购 回到家之后 让雇药把监控系统检查了一遍 确保别墅外没有任何盲区 我把天台和地下室蓄水池的水都加满 给刚种下的蔬菜种子浇足了水 把所有可以充电的电器 去电池以及充电宝的电全都充满之后 又重新清点了一下家里面的货物 深入思考了一下 我还是决定在店里留下一部分的食物 毕竟这段时间不断地有货车到店里送货 难免会引起一些注意 如果漠视来临 走投无路的人对店铺里的物资起了贪念 闯进去 却发现一点物资都没有的话 一定会起疑心 索性留下些零碎的物品 就当是掩护了 晚上给普普加了狗粮河水 又给他开了罐鸡肉罐头 和一小包冻干 而我和弟弟点了烧烤 奶茶和炸鸡 坐在沙发上大块躲移 想想过几天就不能这么放肆了 得趁现在好好过过嘴瘾 手机通知栏谈出一条新闻 奔赴格林兰岛的团队中 有人感染了不知名传染病 已经转送回国 进行隔离救治了 也许 有些镇龙发聩的故事 总是以这种无人在意的方式开始 9月13日 家里的一切基本已经安置妥当 爸爸妈妈也回到了家里 姐 我这头发真不能多给我留点 顾药可怜兮兮的看着我 从小到大 她除了有点中二 最宝贵的就是她的头发 你说呢 以前家里人虽然觉得顾药的头发很像鸡窝 但从来没要求过她什么 但这一次 她的头发是铁定保不住了 行行行 反正也不用见人了 剪吧 她眼睛一闭 不再挣扎了 我起床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全家人都拉来的理发店 爸爸和弟弟直接剪成小瓶头 而我和妈妈也剪去长发 修成俐落的短发 漠视里面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 不能再让日常清洁 把水浪费掉 从理发店出来 我们直奔医院 在医院做了全面系统的体检 我们一家人 因为一直以来很注重健康 所以身体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弟弟肠胃弱一点 妈妈有点气血不足 最后拿了些肠胃药 补气血的药 提高免疫力的药 又补充了些日常用药之后 离开了医院 下午带着普普去了趟宠物店 给他检查完之后 剃了毛 做了护理 又把店里面好看的小衣服 都买了下来 补充了几十包新鲜狗粮和小零食 后面的三天时间里 我们每天都去储物行商超 补充一些大米 面粉 杂粮 花生油 鲜肉 牛奶 鸡蛋 以及瓶装水 原本我为了以后能吃上新鲜的鸡蛋 有养鸡的打算 但是仔细思考 养鸡需要的环境和饲料成本之后 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只能又加够了一百包鸡蛋干 虽然没有办法养鸡 但是倒是可以在水池里养几十条鲫鱼 体型不大 鸡奶严寒 在酷暑气候和低养环境的适应能力又很强 无论是做菜还是煲汤都很合适 在买上几百包鲫鱼时 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在最喜欢的饭店 痛痛快快吃了几顿大餐之后 又把汽车加满了油 终于在9月16日开始了最后的准备 四个人分工合作 把别墅里里外外全都检查了几遍 然后我让父母缝纫就把最近我们一家人 都要回老家的事情透露出去 然后在趁没有人的时候 把别墅外面小花园所有的花都铲除了 把门上贴的符字全部摘掉 准备了些灰洒在了门上和墙上 制造出这么不经常住人的假象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决定不再出门了 所有的门窗全部锁死 全部拉上不透出一丝光亮 我们一家人窝在沙发上 一人一台电脑插着一栋硬盘 疯狂的下载自己喜欢的小说 游戏和电视剧 我摸着窝在我身边的普普 想起多亏以前看他比一般的狗狗都要聪明 不凶不叫又忠心护主 才花重金送他去过宠物学院 除了上次为了保护我产生应急反应 平时服从性都很强 乖的不行 环顾别墅 这几天不断的加勾物资 物资几乎是最开始的三倍以上 而整个屋子里 除了必备的生活空间 竟然没有落脚的地了 可能别墅里准备的物资 依然不够充足 可能我们最终还是敌不过长久的漠视 可能还有未知的敌人 对我们虎视眈眈 但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就足够了 我之前在网吧匿名写的帖子 这两天也都发送出去了 帖子的内容 除了提醒人们这几天多囤粮 9月20号这天千万不要出门 还写了一些对待丧尸的注意事项 据我上一世的观察 这些丧尸夜间活动更加频繁 对声音和光线极其敏感 如果想杀死他们 只能靠攻击他们的脑袋 姐真的出现丧尸了 我地幕不转睛的盯着手机 脸色凝重 然后不可置信的看了我一样 把手机递给我 我爸妈也围过来和我一起看 应该是某网红开的直播 正式上班的时间 视频上一个中年男人 倒在地铁车厢里 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坐地铁的人都围了过来 有拿出手机录像的 有慌张失措 打急救电话 帮他叫救护车的 地铁上的乘务员也走了过来 正在了解情况 谁知道 男人突然爬了起来 两眼心红 把乘务员扑倒在地 一口咬上乘务员的脖子 正在和乘务员交流的女生 被四肩的鲜血染红了半张脸 惊吓过度 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在旁边干呕起来 反应过来的乘客 急忙想把咬人的男子拉开 混乱中胳膊 手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拉开后才发现 那个中年男人 生生从乘务员的脖子上 撕下一块皮肉 正大口咀嚼着 这时被咬的乘务员 也口吐白沫 抽搐起来 哎呀 救命啊 快开门 放我们出去 镜头翻转几下 变成黑暗 应该是手机掉到了地上 直播画面已经消失 只有一阵声音传来 上一世 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 血腥的画面 给我很大的冲击力 为里面翻江倒海 两天都没能吃下饭去 我爸妈看完这段视频 脸色也凝重起来 良久 我爸看着我的眼睛 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紧紧 对不起 当时我和妈妈 没能陪在你的身边 我的紧紧自己一个人 一定很害怕吧 妈妈哭着抱紧了我 听着爸妈的话 我积累了许久的情绪 终于爆发了 放声哭了出来 即使已经是 不如社会的成年人了 但在父母这里 我永远可以做想哭就哭的小孩 顾要看着我们仨抱头痛哭 也受到了感染 信誓旦旦的保证道解 你放心 我肯定会保护好你的 普普也跑了过来 用它满是口水的大舌头 疯狂舔我的脸 等待我们一家人的情绪 都平复下来 才发现 各个新闻频道 都在发布紧急通知 9月20日 南城地铁三号线 发生恶意伤人事件 根据疾病防控中心工作需要 关闭地铁站点 所有地铁暂停运营 南城主城区 所有娱乐场所 和文体活动场所 临时关闭 非必要不外出 配合做好防控工作 社区的物业群里面 也发布了通知 根据要求 每家每户上报 现有居住人数 提醒大家 适当囤积物资 并且及时将小区 关闭了大门 任何人不得再出入 我把窗帘拉开了一些 通过望远镜 看着各家各户 出去囤粮的人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小区出现了短暂的拥堵 也是因为这边地方比较偏 距离南城区很远 才能给这些人准备的时间 妈妈 在小区群里上报 咱们家无限有居住人 家里的物资已经足够了 我们也决定不再冒险出去 现在要做的就是 不能让物业或者其他人 知道我们还住在这里 毕竟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风险 顾要把监控全都打开 留意着点 一有情况 及时跟我们说 行 放心吧 顾要坐在监控桌前面 边看画面边摆弄我 让他买的无人机 我扔了根棒骨 给窝在沙发上的浦浦磨牙 然后把它当成枕头靠着 百无聊赖的 拿出iPad看丧尸电影 当爸爸把洗好的葡萄 递给我的时候 电影自私自利的角色 刚刚被丧尸咬死 我往嘴里塞了颗葡萄 忍不住感叹 这个电影过于理想化的结局 事实上 在真正的末世里 自私的人总是活得更长久 而善良却不够聪明的人 大多会像我前世一样 早早与命 小区的大门已经上了锁 外面几乎空无一人了 新闻上不断弹出各种消息 各个地区竟然同一时间 都出现了相关的病例 人只要被咬之后三分钟之内 就会发生变异 规模大 速度快 传播范围广 短短几个小时 竟然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了 我被困在了公司A楼 外面有丧尸 有人能来救救我吗 我们是学生 现在都躲在教室里 救救我们好吗 我们被困在医院了 什么时候救援能到 这几天 网上各种求救信息爆炸式增长 得到回应和救援的 却寥寥无几 人类的生命 又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 且不堪一击 爸爸妈妈 我知道这样很自私 但我们的力量也很渺小 能保护自己已经不容易 实在没有办法向别人施以援手了 一定要记住 这几天源源不断的消息 让人看得心惊胆战 害怕父母后犯一样的错 我再三顶嘱 知道了 你放心吧 你饿了吧 妈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也许是怕我再多想 我妈岔开了话题 系上围裙 从冰箱里拿块牛肉 看着妈妈忙碌的身影 我竟然觉得 卧视也是有好处的 一家人能够久违的坐在一起吃饭 守着家里这一余之地 不需要再担心其他的事情 番茄牛奶上桌的时候 我被狠狠香到了 牛肉软烂入味 番茄汤汁浓郁 我拌了两碗米饭 又加了碗紫菜蛋花汤 直到确实吃不下了 才善罢甘休 我喂完仆仆又带着他 到楼顶天台溜了几十圈 直到月亮爬上树梢 才带着他下了楼 结果发现 弟弟和爸爸妈妈 脸色都很奇怪 怎么了 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弟弟把一小时之前的 监控画面播放出来 画面上四五个男人戴着帽子 从一辆家装过的黑车上下来 手里拿着撬棍 撬开了我们租的店铺的门 正在不停地往外面搬物资 我的本意就是在店铺留下些物资 防止别人起疑心 但是当我放大画面 看到他们的脸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上一世 李浩南和方飞 和这五个人狼狈为奸 前者假装可怜在门外求助 后者则躲在别墅盲区 伺机而动 闯进别墅之后 这五个人掠夺了大量物资之后离开了 而我被扔给李浩南和方飞 让他们两个人欺辱致死 没想到 这次我摆脱了李浩南和方飞 却还是碰见了这一群蛇鼠之辈 从今天开始 我们轮流守夜这次 他们绝对不可能闯进别墅 但是俗话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我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了 9月26日 我坐在窗边观察外面的情况 别墅区这边因为有单独的大门 现在还没有闯进来的丧尸 但是前面几排的高层小区 已经零零散散 有20多个丧尸了 对比网上各种地区的沦陷情况 我们这里相对安全 突然 我看到前排别墅区的C户 出来一个女生 正在飞快地往大门的方向跑 然后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后面一辆白色汽车 缓缓地驶向大门 女孩眼前一辆 输入密码开了门 这辆白色汽车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车身引来了大批丧尸 女孩眼见情况不妙 快速关闭了区的大门 转身跑回了别墅里 这两个人 我之前见过几次 是对很甜蜜的小情侣 每年都来别墅去度假 这次应该是被困在这里了 而且现在 停电了 这对小情侣 估计是因为已经没有囤粮了 所以男生才冒险出门搜寻物资 印象里这对情侣很有礼貌 男生还是个律师 经常做公益服务 但是前世我并没有太过注意 只记得在群里面 男生没能顺利回来 女生也自杀了 想到这里 我心里有些惋惜 到了晚上 我看监控看得头昏脑胀 实在是没什么胃口 正当我拿小零食逗朴朴的时候 余光扫到了监控上的那抹白色轿车 和已经在别墅区大门后 等待的女孩的时候 心里有些吃惊 难道是因为我的重生 引发了一些蝴蝶效应 这次男生竟然回来了 他的车开得很慢 距离别墅区大门 还有一段的距离 然而我注意到 在他后面有一辆黑车在尾随 就是那五个人家装的车 故要快过来 绑一个蓝牙音箱在无人机上 眼见着黑车步步逼近白车 我突然想清楚了一切 上一世男生 其实已经到了别墅区门口 结果被飞车上的人劫持了 他们不仅掠夺了车上的全部物资 还趁女生开门的时候 冲进了别墅区 最后不仅害的女孩 还引来了大批丧尸 我原本只是凭着上一世的记忆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惋惜这对情侣的命运 推断出前因后果后 我已经怒从心中起 无法保持冷静了 像他们这种无恶不作的人 留下来就是潜在威胁 既然这样 倒不如我果断些 我从雇药手中接过无人机 操控无人机盘旋在黑车上 等着五个人停稳车 准备从后备箱拿武器的时候 等着远程操控打开了蓝牙音箱 安静的环境里 嘈杂的音乐骤然响起 吸引了丧尸的注意 只见小区丧尸飞快地向黑车涌去 这五人见情况不对 正想上车 却被跑来的丧尸拉扯住 一时间场面极度混乱 连无人机也因为我太紧张 操控不当而粉身碎骨了 而女生这时候刚好打开大门 男生开着白色轿车冲了进来 可正当女生想要关门的时候 角落里一只丧尸 已经攀上了女生的手臂 男生停下车 从车上跑了下来 但总归是有段距离 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这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正当丧尸张开嘴准备咬女孩的时候 监控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射中了丧尸的眼睛 男生也正好跑到大门口 踹开了丧尸 和女孩一起合力关上大门 两个人劫后余生 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姐 你别说 这弩还挺好用的 站在窗边的故要 向我晃晃她手里的弩 语气里满是炫耀 而我看着她的憨笑 如释重负 不得不说 躺平的日子真的太舒服了 每天躺在沙发上 等着妈妈头喂一日三餐 拿着iPad在沙发上 看着提前下载好的 各种科幻电影消磨时间 要不是每天需要 去天台六扑扑 我真的会和沙发融为一体 姐 外面有台无人机 我正盘腿吃着冰镇西瓜的时候 我弟跑来 跟我汇报情况 看了眼日历上飙红的9月28号 我突然想起来了 险些被我遗忘的一家三口 上一世就是这个时间 我发现了 他们求助的无人机 但这一世 因为我们家全部被我用 单向膜和窗帘遮盖 他们无法判断 我是不是住在这里 因此没有向我求助 既然他们没来求助 那我只好主动帮他们一把 用了大型无人机 下面挂着一个袋子 袋子里面是三个冰好的冰袋 一盒退烧贴 三盒婴儿退烧药 又放两个新鲜的苹果 和一小把香蕉 操控无人机 飞到了他们的窗户边上 用轻撞窗户的方式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男人打开窗取下袋子 在看到里面装的东西后 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随后叫来了妻子 两个人往无人机挂着的袋子里 装了些什么东西 而当我把无人机飞回来 看到袋子里那两个熟悉的 新鲜橙子的时候 忍不住笑出了声 姐 你准备婴儿物资 是给他们的呀 那怎么不多准备些 虽然我是男生 但我觉得你准备的这些 也就够他们生活三四个月的吧 顾要看了眼角落里的 放着的母婴用品 虽然数量可观 但绝对不够一年的量 顾要 你得明白 你姐是要帮他们 而不是要养他们 我吃惊的看了我妈一眼 而她只是对我了然一笑 果然 侄女莫若母 还是妈妈最懂我 他们前段时间刚搬来 搬迁宴的时候 有不少人去他们家做客 送了不少米面粮油之类的乔迁礼 再加上新手父母都很认真 所以也给宝宝囤了不少 日常用品和奶粉 母婴用品之类的并不欠缺 我准备这些 也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再者 他们曾善意地提醒我 我一定做出力所能及的回报 但渺小如我 并不能对以后的生活质量 或者是生命负责 于去我们四个人的生活必需品 我确实也只能分出 这么一小块地方 放着这些母婴用品 000电话声突然响起 我看着备注信息上 李浩南的名字 眉头皱在了一起 这个渣男竟然还活着 慢紧宝贝 你现在生死在别墅啊 你那里一定有吃的喝的吧 我和方飞一起去找你 李浩南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迫 像是走投无路一样 但却透着万分的贪婪 浩南 浩南我好想你 我被困在别墅了 这里全是丧尸 别墅里什么都没有 我三天都没吃东西了 你快来 你快来救我 我捏着嗓子 装成虚弱的哭腔 假模假样地跟他演戏 结果他听到我这么说 支支吾吾两句 就迅速挂了电话 我吃笑一声 没想到李浩南 已经到了装都不愿意装的地步了 也好 以后我就在别墅逍遥快活 而他们两个人 会在已经被丧尸攻陷的单元楼里 活活饿死 真的是想想就觉得痛快 10月7日的时候 我看着网上下载的烘焙教程 给自己做了蛋糕 这次既没有那五个蛇鼠之被 也没有李浩南和方飞 我在家人和仆仆的院办公 纪念了我的重生 但前路更多的是未知的风险 我也不敢掉以轻心 夜里突然下起了雨 这雨应该是带着很浓烈的酸味 即使别墅里配备了最好的空气净化系统 但房间里还是隐隐约约有一次味道 我拿着望远镜看前排高层小区里的丧尸 发现他们接触酸雨后 非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更好了 心中暗暗觉得大事不妙 妈妈 你去检查一下所有的门窗 确保全都锁死 爸爸 你去盘点地下室有多少物资 再从楼上搬一些生活必需品下去 故要 你帮我把监控设备拿到下面去 爸爸妈妈和弟弟听着我雷厉风行的安排 都不敢有迟疑 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 我又赶紧带着蒲蒲溜了两圈 保证好他今天需要的运动量 然后把蒲蒲当靠枕 背靠着他 继续观察窗户外的景象 远处丧是一个攀着一个 几乎堆叠成了山的形状 翻涌着往别墅区这边移动 而且看着距离和移动速度 应该很快就会到达我们这里 我们一家人迅速地躲进了地下一层 并且用阻门器和柜子 把通向一楼的门死死抵住 这一晚上 谁也不敢再入睡了 我们全家人裹着被子 紧紧挨在一起 看着监控上的画面 雨势越来越猛 排水系统已经崩溃 现在地面上几乎已经有基米高的积水 小区二楼已经被淹 三楼岌岌可危 好在别墅区本身地势比较高 还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这酸鱼好像是刺激了丧尸 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现在诗群的丧尸更多了些 形成了大型的诗巢 堆叠起来 竟然有十几层楼这么高 前面高层小区的公共设施 已经被他们踩踏成一片废墟 丧尸的吼叫声和人的求救声混杂在一起 我们看着监控的画面 久久无言 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 别墅区的大门 已经被翻涌而来的丧尸踏平 我在外面安装的监控 也有三个失去了画面 应该是已经被丧尸破坏了 我们一家人蜷缩在地下室 感觉四面八方 都是丧尸的吼叫声和沉闷的撞击声 看着明显胶着起来的普普 我轻轻地摸着他的头安抚他 失潮一个多小时才过去 而我们心有余悸 整整一晚上都是在地下室度过的 母还言醒 我和顾要带着武器上楼探查一下情况 幸好我之前加固了墙体 所有门窗都是双倍加厚 不然一定抵御不了这么强大的失潮 我操控着无人机巡视四周 除了几家还没售出的别墅 残破不堪 剩下的都只是墙壁或者门窗遭受了毁坏 加固一下相对还是安全的 只是因为失潮影响 高层小区的丧尸 已经是原来的三倍以上 而别墅区也有二十多个丧尸 在四处徘徊